中秋节快到了 很多人不是自己烤肉 就是去烤肉店吃烤肉 但是台中市卫生局抽查辖区的烤肉店 却赫然发现 王品集团旗下 以服务品质出名的元烧烧肉店 竟然有多项不合格 包括了生熟食没有区隔 还有肉品的冷藏冷冻温度 也没有达到标准 容易造成细菌滋生 那么王品已经坦诚疏 受惠虚心检讨 卫生局则是限期七天改善 否则就要开罚了 卫生局会同宵保官 突击烤肉店 一走进厨房 两名厨师看到镜头有些傻眼 因为他们只戴帽 却忘了戴口罩 警察员东听西桥再发现 后备区没整理 地板有些湿滑 不过这都只是环境的缺失 走进冷藏区一看又有问题 不管是冷藏或者是冷冻库 它都没有符合相关的规定 这是知名餐饮集团 王品旗下的元烧 专卖烧肉文明 平时用餐时间尝试高红满座 假日佳节更是一味难求 中秋烤肉 卫生局把关肉品安全 突击击查 却发现店内的冷藏温度 比规定的7度C高出3度 冷冻标准的-18度C 也只有-7度 肉品保鲜有疑虑 还有生熟食区也没做区隔 原烧标榜优质烧肉 提供优雅的用餐环境 收费比一般烧肉店高出一到两成 如今被抽查出缺失 王品强调将全面检讨管理流程 卫生局的带回部分肉品化验 也限期业者7天内改善 再犯的话将寄出6到1500万的罚还 明日新闻桥主带整坤台中报道